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嫌犯手上拿著刀 員警靠近就揮舞 站在三樓的警察用手電筒槽 毒販亮燈閃爍 周圍民眾看到一直冒出閃光 還以為爆發槍戰 嫌犯狡猾在二樓前後逃竄 還拿出長桿子 要攻擊站在他上方的警察 嫌犯拘捕而且不斷破壞屋頂 拿碎裂磚瓦攻擊警察 警方出動28名員警 從三樓高點圍堵 二樓也有警察擋住他去路 一樓的員警緊盯著他的動向 布下天羅地網要抓他 大家一邊抓人一邊閃躲嫌犯丟磚頭 最後找到機會慢慢禁逼 將嫌犯圍堵逮捕 警方表示52歲的餘姓嫌犯 是毒品通緝犯 騎機車外出時被眼尖遠警發現 他一路逃回家 和警方對峙了將近三個小時 最後是出動親友勸說 以及霹靂小組強勢攻堅 這才將他逮捕歸案 華氏新聞收判器先中無少輕描力報導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